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講一個有中標界的 布斯卡之稱的頒獎典禮 Grand Prix Horrorgy Geneva GPHG 這個頒獎典禮是頒比 在過去一年在標界最出色的其中一些緩標 這個頒獎典禮今年已經到第19屆 在11月7日將會在日內瓦舉行 這個頒獎典禮總共分開有14個Category 有19個獎項 最大的一個獎項就是金子針獎 這14個獎項今年有兩個新增 一個叫Iconic Watch 即是標誌性的碗錶 要Qualify作為一個標誌性碗錶 必須要在市場上有不少於25年的歷史 以及可以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特色 另外一個新增的Category 就是Divers Watch 潛水源的碗錶 可以看到潛水源的碗錶 這一種運動碗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 而GPHG每年都會由一班評委 去選出這些得獎的碗錶 而這些評委是每年都會更新的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評委每年都會更新 這些評委是會包括了一些在傳媒界的資深從業員 一些收藏家和一些業界的專家 而每一年的金指針獎的獲獎者 都會獲要成為下一屆的評審 我們看看今年的14個Category 其中七個Category 我們挑選出來介紹給大家的碗錶 第一個Category是女士的碗錶 我們用了珍珠背舞和寶石 砌出了一千零一夜其中的場景 很漂亮 還有整隻碗錶有122粒大笑不一的鑽石 相長在上面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錶儀是單邊的設計 也是很特別的 第二個Category 是Ladies Complication 女士的複雜功能碗錶 我們挑選的是MB&F Legacy Machine Frying Tea 如果熟悉MB&F的朋友都知道 大部份MB&F的碗錶 都是設計給男士 這次MB&F的掌陀人Max 特別設計了這款碗錶 給女士配戴 而在他心目中 ideal的錶主原來是他媽媽 這隻碗錶是用了一個立體動作的設計 飛行的駝飛輪是在頂上的 而錶盤就像盾牌一樣 埋著機身 而在飛行駝飛輪的頂部 我們看到一顆大的鑽石 它會通過飛行駝飛輪轉動的時候 它會閃閃發光 第三個Category 我們要講的是男士碗錶 我個人很喜歡一些比較簡約的設計 所以男士碗錶的Category 我們選擇了一隻Granseco的Spring Drive Many Winding Platinum Spring Drive大家都知道是很準確的機身 這隻機身是可以做到 每一日正負不多過一秒鐘 Granseco也是出了名 是一些很細緻的打磨碗錶 我特別喜歡的就是用柏金來做的标殼 上面的Snowflake 即是雪花、雪片的一些雕刻 全部用人手做的 那個錶盤也有這些圖案的雕刻 是非常細緻和漂亮的 第四個Category是Mans Complication 男士的複雜功能碗錶 剛才我講過了 我個人特別喜歡這些簡約的碗錶 所以雖然是複雜功能 我都希望複雜是來自機身 而那個錶盤仍然是比較容易獨視的 所以我們選擇了Aldemus Piergate的Code 1159 今年新增的一個系列 它裏面的一個Mini Repeater Super Sonary Mini Repeater三文錶 大家可能都知道 艾比在做三文的發聲方面 敲取的發聲方面 下了很多功夫 它跟瑞士大學一起去研究 怎樣可以製作一個系統出來 是令到這個發聲能夠更加響亮和清晰 這隻碗錶就得益於這些研究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錶殼整體 如果我們看過後面 就可以看到一些小窗口 很明顯地 這個是一個要令到發聲更加完美 製作出來的設計 它號稱是可以比美Pocket Watch 即是代表在發聲方面的響亮度和清晰度 第五個Category 就是今年新增的Iconic標誌性碗錶 同樣地我們都選擇了愛比 因為我自己的Favorite 就是這隻Royal Oak王家像樹的Jumbo 因為這隻是1970年代 一隻很Iconic的運動錶 由這個大師Geragenta去設計 這隻錶當年出的時候 就是一隻鋼錶 但是它賣得比金錶更貴 所以當時是很有talking point 在市場上 這次是終於沿著39毫米的直徑的錶殼 用了白金的材質 再配上三文魚顏色的錶盤 是非常聰明 第六個Category 我們要說一下 Chronometry天文台錶 我們選擇了的型號是Saneth的Defry Inventor Saneth真歷史在製作Defry Inventor的時候 就放了一個很特別的發明 用silicium材質做的一個琴重系統 熟悉碗錶的人都知道 琴重系統是管理一個錶的準確度的 而且一般來說 它都有三十幾個零部件 今次Saneth厲害到可以用一個零部件 代替其他所有三十幾個零部件 而且每個小時的震頻達到129,600次 比起正常量產型最快的震頻 36,000次是快了整整3.6倍 所以這可以代表高科技的製作 最後一個Category 今天要說的是Calendar and Astronomy天象力法的碗錶 我們選擇了愛馬仕的月上碗錶 這碗錶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南北半球兩個月上同時間在我的錶盤裏面出現 因為有兩個小錶盤 一個是顯示時分針 另一個是顯示日曆 這兩個小錶盤每59天就會圍繞大錶盤轉一圈 它後面那兩個用珍珠背墓所做的月亮 就會讓這兩個小錶盤遮擋和顯示 顯出當時月上的週期 好了,今星期的一周錶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